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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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們這件衣服不要緊 我要拿回來 不要緊 不要緊 甚麼?Jessica, 你公司火燭 你沒事吧 她有沒有事 沒事吧? 沒事吧, 媽媽 大嫂, 你沒事吧?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我去嫂子裡 去甚麼? 有公司火燭, 還不知道怎麼樣 你怎麼這麼笨? 嫂子有沒有事? 怎麼樣? 電話是醫院打來的? 大嫂子怎麼樣? 沒事吧? 甚麼?阿妖有事嗎? 嫂子的公司火燭 大嫂子, 是不是她的?她沒事吧 你讓我... 這是Jessica, 你先等她們說完 她沒事, 她們沒事 行了, 你叫大嫂子不用擔心 她肯定今晚在我們這裡睡 還看甚麼戲? 那兩張照片就有她了 剛才你打電話來的時候 真是被你嚇死了 不說了, 我待會兒來再談 再見 怎麼樣?沒事吧? 她都說甜言蜜語了 還會有甚麼 是嗎?你剛才說不吵 走回去, 大嫂子沒事吧? 她倆都沒事 不過公司燒了一點點東西 東西亂了大龍, 她們要很久了 最重要是人沒事就行了 是呀 老爸媽打, 我去Jessica那裡看看 是呀, 快點走吧 Jessica不燒傷都嚇倒了 女人在最軟弱的時候 你問候她 你求婚她也答應你的 你教不教我, 要趁火打劫? 我沒你這麼好氣了, 我走了 細弟, 最重要是看家嫂有沒有事 好, 再見 那大少奶奶剛才又不來電話說幾句 聽聽她的聲音也安樂一點 又不是有事 Jessica跟細弟說是炸嬌 那她跟我們說炸嬌 你打電話到管理處了嗎 打了, 我打電話給細弟了 是呀, 幫你拿著藥, 留行肯在他們那裡 我也是打算這樣, 麻煩你了 反正坐在這裡也很晚了 我跟伯母很擔心你 在那邊玩個問你沒事 你跟我說一下, 我沒事了吧 說好了 那嚇死細弟? 他接下來, 我告訴你沒甚麼事了 他只是緊張阿黎而已 他不緊張的時候, 你就緊張了 我緊張這裡搞得怎麼樣, 你看看 對呀, 現在看看又怎麼樣 對了, 師父進去廁所很久了 你的手真的不要緊了 怎麼樣 我沒事, 進廁所開大水來沖 涼陣陣的, 你知道多舒服 你燙了還用冷水沖嗎 會起泡的, 我幫你拿湯火高茶 拿湯火高茶出來, 只要你自己用 那想去看看醫生 我在工場每天拿著湯袋去湯 很習慣 皮這麼厚, 燙不死人 這次真是幸好只有你 不然我不知道怎麼辦 這種情形之下, 誰都要幫忙 損傷不是很嚴重嗎 在看 來, 最壞是拿著這東西來撲火 如果不是他, 火早就被我撲曬了 你就是拿這條裙來蓋上火 蔣小姐, 怎麼弄成這樣, 沒事吧 沒事, 沒事就好 我不明白為什麼 我們這條著火 為甚麼在警鐘吟響 自動滅火氣又沒有水灑出來 為甚麼 蔣小姐, 化皮也沒用的 我現在去幫你測試, 為甚麼 蔣小姐 原來你這麼大的火氣 我認識你這麼久 第一次見到 你知不知道, 這條裙子 是趕著後天旋旗 寄過美國的板子 你說不懶惰 當時很混亂, 我真是... 當然不知道 不是, 我不是怨你 我自己懶惰, Sorry 那也不用懶惰 我叫師父全力幫你趕工 做一件給你 是不是 只養我來 好, 那你真是幫了我們 這位師父這麼下來又這麼幫忙 我跟他老闆表揚一下他 對了, 他就是老闆 不好意思 這樣嗎 怪不得順醫到現在還沒送走空回來 阿玉, 還沒回來 好, 好, 他回來 我叫他給你電話 謝謝我 費心 有這麼大的事 甚麼, 大哥 阿玉 你沒事吧, 沒燒餐吧 你怎麼不知道 你的貨氣男人剛打電話來 我就知道 你怎麼這麼大的事 都不讓大哥知道 我沒事, 通知你幹甚麼 火燭成怎樣 多少架火燭, 多少十字 有沒有死人 錯過你了, 幸好剛剛有個男人送貨來 幫我救息了 否則我真的變燒豬 那倒是 這麼惡劣的環境 有個男人幫忙, 怎麼會好一點 如果那些壞男人 就沒有好過有了 不是, 阿妹, 我的意思 好了…你越說越長篇 我都散了, 今晚去煮飯 對不起, 本來我煮飯沒所謂 我不知道你店頭火燭這麼早回來 我穿了人家, 開車 先走 我先走 順手打個電話給你過喜奶奶吧 行了 記得了 好了…明早就擦洗澡 為甚麼你媽媽這麼久還沒打電話來 喂, 你是誰 魚哥, 我呀 怎麼回事? 你今天公司是不是火燭? 你沒事吧? 沒事 媽媽打地打電話給你 我看你這麼久都沒有回覆 那我就打你 我正在吃飯 吃飯?這麼晚, 都睡了 很想念你 是呀, 我正在吃飯 我跟媽媽打電話說 我跟你通過電話知道你沒事吧 不用麻煩你了 我會打電話給奶奶的 那... 沒事就這樣吧 我先叫這麼多, 謝謝 叫這麼少?這頓我請的 不用閉著閉著 如果我知道我昨晚就不吃飯了 留著肚子吃你這頓 那就不用那麼辛苦 你幫我們這麼多請你一頓不夠的 下次早點通知吧 不用客氣 不是呀, 你幫我們救火 又幫我們趕起電板 真是謝謝你 師父, 我們真是無意為報 最不幸運 你找到個英俊男朋友呢 無以為報 你可以以身相許的 我或許會勉強考慮一下 是呀, 女兒 說起呀, 我比你女兒是真的 上次介紹Kitty給你認識的 我想過兩次查而已 無聊無蹤, 很難做的 不聲不聲, 約了Kitty出來的 眼圓的事很難說的 我既然沒心了 無謂浪費人時間 是呀, 你在浪費你自己的時間是真的 你想做鑽石王老 怎麼做甚麼事呢 那…也要對才行 你看看, 好像我更緊張過去 五年前我出道的時候 去學時裝設計 財展那飯就是他教的 所以我就叫他做師父 總比他的朋友叫他的名字 放心, 我不會說的 玉姐, 讀快點他的名字, 聽聽 是呀, 是呀 我只聽見你叫師父師父那樣 我根本不知道應該怎麼稱呼 是呀, 火燭那個人 我看亂了, 你幫他這麼多 我以為你們很熟 是呀, 你以為他是伙計 是呀, 是呀 師父, 麻煩你, 自我介紹 我…我叫鍾克強 我的朋友叫我克仔 無辱, 無小姐 除了可以叫克仔之外 還可以連名大姓很快叫做鍾克強 是呀, 是呀 是呀 我想玉姐對你印象深一點 是呀 好, 幫你說些好說話吧 他這個人很好的, 又有本事 做事又親力親為 你叫他自己送貨就知道了 還有呀, 老實得來也挺說得笑的 而且他很肯幫人 所以跟他做朋友就可以很放心了 不過這樣呀, 也有事是壞的 熟了之後就會挑剔你的了 胡小姐這麼好, 怎麼挑剔的 不挑剔的, 記得呀 那時候我讀書的時候 每個人都不挑剔的, 是挑剔的 真是呀 下次你進去了, 應該沒事了 我們走吧 麻煩你了, 叫你送我回家 不用客氣 你們的寫字樓幾時, 弄乾淨一下 你們的寫字樓幾時, 弄乾淨一下 直接要裝修過 我打算呀 你一定有幾日假放的 不是呀, 我和Jessica跳上班的 不過呢, 就在房間外面, 逼一起做事 如果放假呢, 我們可以一起打Tennis拳 Tennis? 啊 Jessica好像打得挺好的 是啊 我又不會的 那你平時有什麼消遣呀? 我可以將就你的 你就我? 這麼熟, 你有什麼所謂呢 喜不喜歡你游泳呀? 一般的 你人都挺文靜的 難怪呀, 當時Jessica就說 我跟你做朋友的時候呢 我也覺得奇怪了 這麼好的女生, 怎麼會 沒有男朋友, 怎麼會需要人介紹呢? Tennis拳 不是呀, 做人最重要的是 不要整天只顧著做女強人 娛樂很重要的嘛 不如這樣吧 星期一一起去看電影, 好嗎? 我回家去問問Discus 沒所謂呀, 等姐姐就叫她男朋友一齊 我們兩對 真好 那些裝修師傅還看著我們 九點多也沒人開過 不過差不多了 看下個禮拜可不可以搬進來坐吧 幹甚麼?不會用這些裝修嗎 你昨天一回家去煮電話粥嗎? 我打兩個小時就打不通 是啊, 跟小弟聊天 幹甚麼?你有事嗎? 你也好事多為了 我知道你有心 不過我心領了 我甚麼好事多為做好心呢? 你那個師父 約星期一日你跟小弟 我跟他兩批人看電影 麻煩你跟我推出去 這麼好事?約你去街這麼大膽 你給膽痕嘛 早知道你昨晚餐飯令你用心的 我不敢出席了 甚麼時候呢?現在是師父對你有心 甚麼我靈有用心呢? 你介紹我給人嘛 是你先跟我說一聲吧 搞得這麼尷尬 我要先說清楚 現在你真是說 是我介紹你給師父讓他追你了 我沒有, 你怎麼會這麼誤會呢? 不是我這麼想, 是他這麼說的 那真是冤枉 我真的沒有跟你說過 想介紹你給他做女朋友 你真的沒有? 當然沒有, 像你所說 就跟你說一聲 我不明白為甚麼他誤會的 這真是玉孫死了 麻煩你快點跟他解釋一下 楊姐 其實你覺不覺師父個人不錯 你現在叫我相信你有心還是沒有心 大哥, 我真的沒有心抓你們 不過我看你跟大爹分居了一年多了 你現在認識個人也對 我沒想過這件事 你是不是想著還會跟大爹 以前的事, 甚麼都淡了 淡了甚麼 其實你現在才開始你的黃金時間 黃金時間 我根本看不到前路是怎樣 下姐就是這樣一世了 人生的際遇很難說的 對, 或者你以前遇到一個不是理想的 但是或者以後你會遇到一個好的男人 我不否定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好男人 但是好的男人 會不會要一個失婚夫人還牽著女兒呢 玉姐, 你別這麼悲觀才行 或者還有很多好... 對了, 你別這麼暗沉 麻煩你現在快點幫我搞定你師父那兒 是啊, 好 不過其實想起來挺有趣的 不要緊, 麻煩你 姐姐, 這麼好請我吃午飯 剛才你是不是打電話上去公司找玉姐 是啊, 我問了胡小姐嘛 她說要問你 她有沒有跟你說星期要看電影 喜歡看甚麼電影 早點發聲, 我買票 你怎麼會約玉姐去看電影 上次你又約了Kitty 真的不太適合我 胡小姐也不一樣 好, 合我眼緣 師父, 合你眼緣就合你眼緣 怎麼跟玉姐說 我想介紹她給你做女朋友呢 我打算哄她聊天 你也知道我一見到女孩子 就不懂得說話 她覺得不好意思嗎 現在是我不好意思就真的 我也沒心抓你們 你說的 你說她跟我做朋友就沒所謂 對嘛, 很好 還在她面前說過這麼多好說話 又說這次是最後一次介紹女朋友給我 你說的 不是這個糟了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那天和你們聊天的幾件事混在一起 總之是誤會了, 不是 做一大頭蝦, 誤會 說這次誤會得不錯 一星期去看電影 只有我陪你去 她…她對我印象不太好 這也不是 她…她是男朋友 那我女孩子怎麼還沒拍拖呢 她不是有男朋友 不過她結過婚, 又離婚, 還有女兒 那現在她身邊是沒有人 你看看你的反應 怪不得玉姐說, 就算是有好的男人 算了…總之誤會了 女兒, 你不要跟人家瑩瑩去街上這麼晚了 你臨回來的時候, 最重要是先打個電話 讓大哥到樓下接你 記得了 女兒又跟她瑩瑩去街上 人家趕工夫, 叫她不要搞人 老爸, 女兒現在大學生, 她懂得想的 她跟瑩瑩都是補習 有空帶她去那些群體生活 你放心吧, 老爸 最放心的還是瑩瑩我老爸 有免費補習老師 女兒又變得快又變得好 早兩年跟那個甚麼King 搞得我們很擔心 大爹還蓋了她一巴掌 三姑娘, 過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隨便他們大過了生性就算了 你別這麼決定, 大嫂 沒有, 還可以改變 大爹早年就說休養 所以沒甚麼事發生 所以本性難以, 是不是 也要放長雙眼看看她要怎樣 不會這樣也變不好, 是不是 不過大爹這幾晚都沒有回來吃飯 不會顧太福盟, 是不是 媽大, 老爸 大爹 甚麼頭蛇 蓮子雞蛋, 你趕不及回來吃飯 趕得及回來喝糖水 小爹和蓮蓮呢 一個拍拖, 一個去話 你說約了客人聊生意, 這麼早回來? 聊完就回來 你以前聊生意很流行到三更半夜 以前歸以前, 現在可面則面 有時候聊生意的事很難說 很多人都喜歡摸一下酒杯底 阿貝, 你好像想慫恿大爹去那些地方聊 是呀 不是, 我只是說很多人喜歡這樣做 想提醒大爹而已 大爹, 以後媽媽跟我看著怎麼做 我不會再說你了 我知道了, 爸爸 現在客人養我出去喝酒好 晚上好, 我盡量推一推 所以下班我打算回來看一個女兒 尤其是這幾晚還沒見過癢癢 那你明天會不會很晚回來呢 如果會的話 我就打電話給家嫂知道 晚一點就照顧癢癢過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趕回來 一會兒我女兒回去, 她又哀哀乱 我辛苦, 她很辛苦 結束了, 她也很辛苦 然後再下班 我去那張工作 那一位小哇 瘋子 當然 那麼 為甚麼黑漆漆的燈 也不開, 大弟? 甚麼? 很想念恆恆嗎? 是, 我見他幾天 真的很想念他 當然了, 你是他爸爸嘛 好, 爹爹在後隔, 被我弄散了 這麼小就要把他摸來摸去 幸好現在恆恆還小 她不懂甚麼叫開心不開心 遲下會的 二十號了 二十四號恆恆生日 是不是這個星期日 是呀, 還有幾天 他就兩歲了 到那天你就帶他出去慶祝一下 那天是玉都堂出去 一歲生日 我就撞車進了醫院 沒辦法跟他慶祝 現在兩歲了 父母又要分開 他只是過不了完整的生日 你懂得想到這一點 我想家嫂也會想到這一點 看看你們倆是不是心靈相通 看看恆恆可不可以 得到一個完整的生日 媽打, 不如... 你不要跟媽打說不如 你自出娘胎 都沒熬過半招閒苦 現在你做了老爸了 你應該懂得想 怎麼為下一代著想 媽打 媽打只能說支持你這三個字 其他都要靠你自己的 媽打, 不如... 來, 去找誰呀? 阿玉, 我呀 甚麼事? 吵醒你呀 我還沒睡, 怎麼樣? 沒有 這幾天我下班遲了 回到家, 純姨就照顧行回來了 我...很想念她 那你是不是想說 明晚晚一點照顧行回來 不是, 我會很早回來 其實... 現在我最遲到十點就回到家了 不過最近的生意真的很忙 多生意就好 你怎麼樣? 不錯 身體呢? 不錯, 你呢? 眼睛沒甚麼 沒甚麼事 阿玉, 過幾天在行生日 我們出去慶祝好不好 好嗎? 小孩子, 你要甚麼慶祝呢? 那... 我... 我們出去跟她玩一下 那... 通常星期日呢, 行行行跟我的 如果你想跟她慶祝 下午叫她順姨走 不是,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會跟順姨約的了 這樣才行, 我很累 再見 走這裡, 走這裡 你走這裡 好, 我們坐下 阿玉, 讓媽媽給我們吃 你看看, 你看這裡... 來, 我們把蠟燒放進去 來, 我們把蠟燒放進去 來, 我們把蠟燒放進去 好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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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樂 來, 這裡... 來, 這裡 來, 拍一下 好髒 你走去哪兒 謝謝你, 先生 鍾先生 胡小姐, 很久沒見了 是呀, 很久沒見了 這是你的女兒 是呀, 行行, 叫叔叔, 來 行行 你真是頑皮 乖 來, 行行行 真是好漂亮 草白貴, 骯髒了 弄髒了你們 不要緊 我跑步, 臭傷大汗 弄髒了她 你…這裡也有 是嗎 這邊 不是, 不是, 在這裡 玉 行行行 順天不空來 爹地來了 爹地來了 玉小姐 是呀 這些東西行行行的 行行呀, 跟爸爸吧 你真的不跟你慶祝嗎 是呀 你不客氣 你晚點叫順衣襯衡回來吧 我會在家裡 行行, 再見了 再見 今天是你的女兒生日嗎 怎麼這麼浪費 謝謝 買個蛋糕叫做是這麼容易 我要選擇, 沒甚麼意思 我先走了 我也走了 我先走了 看車 謝謝 那你又走這邊嗎 不是呀, 我打算送你回家 你怎麼知道我回家 我不知道呀, 剛才碰到你 打算送你 你約了人嗎 那我不妨礙你 人我沒有約 不過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兒 你不用送我 胡小姐, 你還沒吃飯嗎 不如一起吧 媽媽 怎麼樣?全醫生怎麼樣 沒有呀, 醫生給她看了X光片 說她的手裡骨裂了 現在打石膏一整個月才可以 所以說了你的, 太太 你自己又不聽人說 好像懶得年輕一樣, 爬高爬低 騎騎今天生日你又弄斷你的手 對了, 騎騎呢 騎騎在哪兒? 老爺, 喝茶 回來了 走, 走… 走, 回來了 吃紅雞蛋 大子, 你看見嫂子怎麼樣 是呀, 一家三口 最願天倫樂的, 怎麼樣 怎麼樣, 大子 小姐, 吃東西了, 過來吃東西 來, 哥哥給你紅雞蛋, 讓你拜高獎大 謝謝 大姐, 女兒生日, 怎麼這麼好玩的 過來 來, 吃蛋糕, 吃蛋糕 來, 吃蛋糕, 吃蛋糕 好, 坎妮, 爸爸, 抱抱 好, 生日快樂 好, 生日快樂 來, 唱歌 來, 唱歌, 一, 二, 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Hung Hung Happy Birthday to you 吃了, 吃了, 吃了 好, 走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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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這麼晚還沒回來 不如打電話去問問吧 快回來 是呀, 我真是沒腦子 這個臭小子, 今天生日 玩得累了 不, 打電話去問問吧 你別這麼煩好不好 好, 好, 我不煩你了 我看見你更煩, 走來走去都不知道做甚麼 回來了 小姐, 媽媽 乖, 乖 乖 乖, 乖 這些全部都是行行的禮物 行行今天真是開心 當然是開心 只看這個毛毛公仔這麼漂亮 誰送給她的 爸爸 爸爸 想不到那個雙公多疼女兒 還有爺爺媽媽給大理士 是呀, 嫂子, 麻煩你了, 純粹 行行, 你發財 你是小婦婆 繞個圈子這麼多錢 就借給舅父 行行就玩得瘋了, 濕水鴨 得家叫她把娘子衝回來 就搞了一件事 不就辛苦你了 對了… 你現在把那個女兒帶回來 她的媽媽都開心了 不用擁抱著臉, 氣成村人似的 來, 來 嫂子 你不是把我今天叫大姐去照行行 那我沒有意思才告訴你 大姐 原來見這個壞人 不關這個臉的 不好意思, 不要生氣了 傻了, 怎麼會呢 她回去你有沒有說甚麼 你甚麼都沒說過 不過樣子不是很開心的 你幹甚麼呢 是嗎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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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甚麼事, 有人吵架嗎 沒事, 真是沒事 放心吧 進來吧 大哥, 甚麼事 沒有, 那個帳號壞了 我來幫你借 我拿給你 好 謝謝 謝謝 好忙嗎 對了, 銀行說了錢就拿回家做 做還做, 別這麼拼了 尤其是別罵我的女朋友, 知道嗎 知道了 這陣子一直叫公司很忙嗎 不是呀, 普通通的 普通? 這陣子在這陣子打電話來 叫純衣別誤了, 她臭痕痕 我以為公司很忙 是嗎 不覺得 公司又不是很忙 會不會有新男朋友呢 不會吧, 我沒聽到Jessica提過 她真的沒提過嗎 沒有 我會連她自己也不知道 我看, 不會了 我每次去接Jessica 大嫂也是自己走的 不像有約 我最近還聽到Jessica說 她說大嫂心情已經好很多了 你經常叫我不要經常去做事 你也是 有些事比賺錢更加重要的 你要把握機會 沒人要喜歡 哪會兒 做的? 好, 小心點 好 來, 大哥 大弟 這麼晚了, 媽大 我看天都紅了, 我怕今晚半夜會下雨 就出來關好窗子 怎麼這麼晚都不睡 睡不著, 找小弟聊聊 你今天送完癢癢, 回來就拿口拿麵 是不是有吵架 不是 不是 恨恨今天生日 其實女兒生日就是媽媽的壽難日 你也懂得買東西給女兒 那就不要把媽媽遺漏了 明天補回來 師父, 以後合奏愉快 謝謝你簽了 大家這麼熟, 還有貓氣 都說你們交貨準了 客人滿意才跟你簽約 進來 不妨礙你們 不妨礙, 搞定了 是嗎? 以後拜託你們了, 先生 別這麼說 這花很漂亮 不是我的, 你的 謝謝 不妨礙 不用看了, 細小一點 我還有那些花是你的 我也不喜歡花 那倒是 送花是甚麼 只要放兩天你已經殘了 如果我送的, 送的可以吃的 實際好多 師父, 上次不是跟你說過 想介紹我妹妹給你認識的 過兩天她就在美國回來 約出來喝茶見面 放心, 這次不會搞錯的 別再靠了, 這麼大的誤會 胡小姐, 上次不好意思 美麗的誤會 對了, Jessica的表妹不錯 我看她的照片, 挺漂亮的 你們兩個不要笑我 說真的, 師父, 我的表妹真的不錯 想想她吧 我告訴你, 這些東西不用你操心 師父自己玩了 剛才那個套餐挺漂亮的 那些小菜幾個鍋器呢 不過呢, 但是沒有甜品送的 吃這麼多甜品, 應該變成大肥婆 對嗎 胡小姐, 剛才有個小巧克力給你 送給我的 挺漂亮的 似乎有人追上門 你猜是誰 不知道 不知道, 有沒有寫名字 我知道, 神秘人 你想清楚, 有沒有外面 不知道會有什麼狂風浪蝶 真的嗎 我想這個男人當然是暗戀你了 所以不敢寫名字 玉姐, 你就好了 人暗戀你 我這麼大的女兒, 連一枝花都沒有收工 是嗎? 多數男人都是送花的 這個男人數合巧克力 也挺有心思的, 夠浪漫了 是啊, 還要餓死隔壁 怕你了, 不用餓飯後甜品了 來, 給大家吃吧 謝謝玉姐 不會吃這麼多, 阿肥 是啊 玉姐, 你想知道是誰傑作嗎 你知道嗎 我猜一下而已 其實知道你不喜歡花的 都沒有在哪幾個 要不是你昨天說你不喜歡花 我和師父也不知道 鍾先生 你猜是不是他了 不會是他吧 你不記得嗎 昨天他不是說的 如果送花 不如送一些實際一點吃的東西 那你就收個巧克力吧 你有沒有跟我說清楚的 我就說得一清二楚的 他知道我以前的事 沒理由會這麼做的 或者師父想過, 覺得你值得追 好, 你又要我請你吃飯 你自己說的 你說我爺爺回來之後 就是你請吃飯 上面替她洗塵的 是啊, 秀姐回來 我自然會請她吃飯 當然 你也算鼓掛了 甚麼鼓掛 這麼傻, 別在我面前演戲好不好 演甚麼戲, 我以為你這樣 還不認 你認甚麼 今天這盒朱古力不是你送的嗎 甚麼朱古力 今天有人送了一盒 心仁的朱古力給我姐 還很Romantic 有人送了朱古力給胡小姐 是啊, 不是你嗎 怎麼會不想到是我 那朱古力沒有寫名的 我猜是你 那胡小姐有很多男朋友 多什麼男朋友 別說男朋友 朋友也不多個 沒甚麼理由 他人又漂亮又好 沒有男朋友 為了現在的人 還戴有色眼鏡呢 他離婚又有個女兒 很多男人不敢追 或者怕人笑 越想越想越醜玉姐不值 他離婚也因為他老公對他不好 對他不主 他又沒有做錯事 我不明白為甚麼他要受這麼多壓力 那天我在公園見到他跟他女兒兩個 真是傻眼 算了, 閒談莫說人非 總之希望玉姐遇到一個好的男人 走… 今天晚上夠了 靠會兒洗白白, 知道嗎 是嗎 玉姐, 玉姐 甚麼事 我問你甚麼事 回來不出來 一會兒就閉嘴不笑 一會兒就鼓鼓拋氣 到底甚麼事 沒事 沒事 你別管我 我不管你了, 皇帝妹 你看著女兒, 我要洗澡 行了 自己玩吧, 媽媽給我 喂 喂 玉姐, 我 甚麼事 喝朱古力喜不喜歡 原來是你 我知道你不喜歡花, 就送朱古力 薄荷味的喜不喜歡 不明來歷, 無名無姓的東西 我不會亂吃的 我…我打算… 就這樣吧, 很晚了 那… 那晚了 你別這麼晚睡了 晚安 晚安 喝酒 喝酒 水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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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